好,这节课呢,进入我们的新的环节啊,我们的单波的IGP呢,以及我们的EGP讲完了,那路由课程中呢,关于我们的单波呢,基本可以理解为到此为止了,那这节课开始呢,我们来讲一些新的概念,就是我们的组波,这个组波呢,在详细研究之前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组波跟多波有没有区别? 组波跟多波有没有区别? 好,在这边呢,需要先跟大家提一下,这个Marticast呢,它的中文翻译,在不同的教材上翻译的不一样,有地方呢,把它翻译成组波,有地方呢,把它翻译成多波,其实呢,这个单词翻译成中文呢,更加贴切的一个叫多波是吧,但是呢,由于这个机制,它关系到了一个组波组的概念, 它关系到了一个组波组的概念,那因此呢,我们就统一的把它称之为叫组波,好吧 好,在研究组波之前呢,我们来先来看一下,为什么要使用组波 小位 小位 好 那个我们得先研究一下 为什么使用祖波 这个祖波呢 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们在NMP中呢 接触到的祖波相关的 一般就是我们的IGP了吧 是吧 我们的RAP EI加POSPFI在子 我们发送这些控制层面的报纹呢 一般都是以祖波形式传递的 而这个祖波呢 其实也不陌生了 它除了用于我们的IGP之外呢 我们的其他一些协议呢 也会多多少少跟这个祖波概念呢 有一些关联 那这个时候我们先要研究一下 为什么使用祖波 那我们要做个对比 对比什么呢 对比我们整个IPv4里面的 三种流量类型是吧 IPv4流量无非就是单波对吧 单波叫UNICAST 然后呢 还有Broadcast吧 叫广播 以及Modcast 主播 由于我们对IGP比较熟啊 那我们就拿IGP呢 来做一个对比吧 IGP首先 能不能使用单波传路由 可不可以啊 答案是肯定可以吧 是吧 但使用单波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啊 你使用单波传路由 效率肯定很高啊 但我们来回顾一下BGP啊 BGP是基于TCP的吧 它的报文只能以单波发送 我们在使用BGP的时候 对比IGP 大家觉得哪个比较方便呢 那肯定是IGP方便吧 因为IGP 我只要把一个接口 宣告进协议进程 它会自动发送 我们的更新报文 就哈喽了吧 而BGP呢 我们必须得要手工的 通过命令来纸内报吧 这也就是说 你在IGP环境中呢 是可以使用单波的 但使用单波在配置上 要麻烦很多 而且呢 在有的大型网络环境中 你要纸内报 你还要一个个查 我的邻居地址吧 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说呢 单波对于我们的IGP呢 一般不适用 那广播呢 IGP能不能使用广播 来见邻居传路由 可不可以 那答案应该是也可以 是吧 但广播它有什么特性啊 我们说过广播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对多流量吧 我们称之为叫带有强制性的 一对多流量 那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路由器很可能会把连接我们的PC所在网段的接口 宣告进IGP吧 那这个时候我通过这样的接口周期性的发送我们他楼 周期性的发送我们的更新会导致什么 你发的报文PC是不是都能收到啊 那你PC收到广播报文之后 我即便不需要它 我能不能说是直接把它丢弃啊 不能吧 我必须要拆包 直到拆到传输层报头的时候 确定这个端口号我没有 我才能把它丢弃吧 是吧 浪费了CPU资源 是吧 好 那之所以使用祖播 好处是什么 首先是不用乱指Nable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祖播虽然是个一对多流量 我一发送 所有能收到 但是这个祖播 涉及到一个组的概念是吧 比如说就拿OSPF而言吧 OSPF祖播组地址是24 点零点零点五 以及点零点零点六是吧 这两个祖播组地址 你觉得是PC都会监听吗 不会了吧 只有你路由器 启用了OSPF之后 你这个接口才会监听这个祖播组 什么叫监听啊 就是当我收到了 发网这个祖播组报文的时候 我会查询它 而如果我没有请问OSPF的 那即便我这个接口 收到了一份祖播流量 我会不会关注它 不会吧 我直接把丢弃了 能理解吧 那这样做的好处 第一点不用只Nable 第二点就是 当我们把连接PC网段接口 宣告进我们的协议进程 即便PC能够收到祖播流量 他们也不会处理 可以吧 所以说呢 相比我们的单播和广播 祖播呢 它还是有一些 比较不同寻常的一些特性 那接下来呢 关于它特性 我们来一个提一下吧 首先第一点 第一点呢 明说了我们什么人应该使用祖播 这个使用的场景 就是这个场景 当然我们需要发送 相同的数据流量 去往多个接收者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建议我们使用祖播的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VOD VOD知道什么吗 叫video on demand 是吧 叫视频 点播 是吧 好那一般呢 这个福报是怎么实现的 你要开发一个软件 是吧 然后在服务器上安装这个播放软件 然后呢 你再开发一个客户端程序 在我们的PC上安装 然后呢 你服务器就只用发 我PC只要开这个软件 开始收是吧 那这个时候你多台PC 可以接收相同服务器 给你发送了多组流量 是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呢 是建议使用祖播的 第二点 第二点说了 你使用祖播呢 我们能够更加有效的 利用我们的链路带宽 那这点怎么理解呢 好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 对比了我们的单播和祖播 在单播环境中 假如说你这是一个服务器 你要发送流量给多个节点 而在这个环境中呢 我们接收者有三台 那对于你员而言 你希望发送报文给三台接收者 你要发几份 你要发三份是吧 然后这三份报文呢 到达路由器 路由器按照路由表 帮你转发出去是吧 而你使用祖播呢 无论你有多少接收者 我信员只用发送一份祖播流量是吧 这个祖播流量是发给一个组的 而我途经路由器只要收到祖播流量 并且该路由器拥有祖播路由表象 那这个时候呢 由路由器会帮助我们的祖播祖信员 把这个流量呢 拷贝成多份 然后呢 发给相应的接收者 这也就是说 对比单播和祖播 你接收者数量越多 你使用单播的时候 对于你圆到达第一条路由器这一块 带宽利用 是不是越高啊 而你使用祖播呢 不管你有多少接收者 我们这一块带宽都是有结余的吧 是吧 这就是高效的带宽利用 那刚才老提到了高效带宽利用 第三点跟第二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你伴随着第二点 第三点是不是就实现了 第三点说什么 节约路由器的处理器资源 以及我们的主机的处理器资源 是吧 你想想 在这个环境中 如果你发自单播 你路由器每收到一个报文 是不是要查表啊 而你收到祖播呢 你就收到了一份嘛 我只用查一次表 路由器 CPU资源 节约下来吧 而对于你祖播组信员 你发单播 你发单播 你发多份 是不是要处理多个报文 而你发祖播 只用处理一份 对于你主机的CPU 也是有结余的吧 是吧 好 这第二点和第三点 相当人说什么 祖播的优势是吧 好 第四点 第四点说这么回事 叫 当你使用祖播的时候 你不需要知道 接收者他的IP地址是什么 好 我想问一下 你在发送单播的环境中 你原想给目的地发送报文 你需不需要知道 目的主机的IP地址 你必须要吧 你要封装三层报头嘛 三层报头里有原目IP地址 而这个目的IP地址 肯定就是接收者的IP吧 而你发送祖播呢 你发祖播 我只要设定一个祖播组嘛 我往这个祖播组发 我根本不用管你接收者在哪里 而你接收者只若想收呢 我只要监听这个祖播组流量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对于祖播架构而言 你原直观你发 我接收者直观收 我接收者没有必要知道 你原在哪里 你原也没有必要知道 接收者在哪里 能理解吧 相当于是给网络带来了更多的容错性吧 是吧 好 接下来第五点 第五点是什么 第五点这句话的翻译就是 当我们需要把相同的流量 同时发送给一组接收者的时候 使用祖播 好 这提到了一个应用啊 这其实就是一个同时性的展现 这个同时性呢 通常应于我们的stock stock是什么 股票是吧 股票是什么客气 多个交易所的大屏幕 显示的信息应该完全一致了吧 并且股票信息 是不是过了几秒钟 差距会很大 是吧 我们需要保证多个交易所 我们的大屏幕显示信息完全一致了吧 那怎样实现这一点 使用单波行不行 使用单波不可能吧 使用单波 我发送多份单波报文 给多个交易所 我这报文 有没有可能说同时发送啊 不可能吧 那使用祖播呢 我只用发一份吧 是吧 这同时性呢 也算是祖播的一个好处 可以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祖播呢 在这所有好处中呢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最大的advantage 就是我们的带宽的结余 这边呢 他列了一个横轴和竖轴 是一张表 统计图吧 这个统计图的横轴呢 说什么呢 描述的是 我们接收者的数量 可以吧 然后呢 我们纵轴呢 描述了我们带宽的使用率 可以吧 看这里红色代表单波 蓝色的代表祖播 我们会发现 接收者数量越多 我们如果使用单波的时候 是一个直线向上的曲线吧 是吧 这个曲线描述了 当你接收者越多的时候 你使用单波 我们的带宽 占用越高吧 而你使用祖播呢 是一个平滑的直线 是吧 我不管你有多少接收者 你接收者只有一个人 和你接收者一百个人 我浪费的带宽 是完全一致 是吧 这其实是我们部署祖播的一个 最重要 最重要的要点 好 提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疑问了 我们之前在NA中呢 描述过一个广播域的概念 这个广播域有什么概念 一般广播域的边界是什么 是我们路由器的三层接口吧 是吧 我们曾在NA中说过这么一句话 你路由器的一个三层接口 收到了一份广播或组播流量 我就直接本地拆包 然后把流量给丢弃了吧 我们说过组播和广播 只能够在一个广播域内传递是吧 在NP中呢 先给大家纠正第一个概念 对于某些组播流量 我们确实只能在一个广播域内传递 但是对于更多的基于组播的应用而言 这些组播流量通过在路由器上做些手脚 咱们先不提什么手脚 只要在路由器上做些许手脚之后 我们路由器呢 是有能力把组播流量从一个广播域 引发到另一个广播域 能理解吧 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叫基于组播的转发 那当然了 基于组播转发呢 需要在路由器上运行一些协议 这些协议呢 先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我们的组播的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可以吧 我们之前描述的IGP和EGP 都是单波路由器的协议吧 而这一节课 我们描述的所有路由器的协议 都是我们的组播路由器的协议 只要路由器开启了组播路由器的协议之后 路由器就有能力 把来自于一个广播域的组播流量 转发给其他广播语 这实际上是在描述什么 其实我们的组播流量 可以和我们的单波流量一样 在整个Internet的环境中被转发 可以吧 好 现在我这门概念 讲完了组播的优点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组播的缺点 每一种技术 它都不可能完美无缺 不存在神一般的技术 只存在神一般的操纵者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组播的缺点在哪里 它的缺点 第一点就是组播是基于UDP的 在描述这个基于UDP之前 我来问大家 他所说的组播是基于UDP 描述的是组播的数据层面 还是控制层面 我们之前经常说啊 你OSPF基于IP的吧 OSPF基于IP这句话描述的是 数据层面 还是控制层面 明显是控制层面吧 OSPF干嘛的 见邻居的吧 见完邻居呢 传路由吧 而我OSPF传递的控制层面 报围是基于IP封装的 那就说的控制层面 数据层面 控制层面是吧 那组播呢 注意啊 组播是基于UDP说的是 我们的数据层面 什么叫数据层面 就是你一个软件工程师是吧 你开发了一个基于 组播组服务器使用的组播应用 你在服务器上一桌 然后你再购买一个组播组地址 那你服务器开始发组播流量了吧 你所发的组播流量 那基本都是数据层面的 可以吧 好 在这边呢 我们来画一个基本经常会遇到的组播的封装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VOIP报文 这个VOIP报文还记不记得 是什么样的报文 就是我们的IP电话打电话的报文 是吧 VOIP吗 VOIP前端封装什么 前端封装的啥RTP啊 然后呢 EODP是吧 再然后呢 IP吧 前面呢 二层的针头 最后 FCS 对吧 这是一个标准的 主播发送的 主播发送的VOIP流量的一个载荷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了 我们就拿这个封装来说话 我们说 你主播的数据层面的流量 如果把这个UDP报为 报头啊 换成我们的TCP报头 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那首先我们先从这个UDP和TCP的报头程度来看看 你UDP报头程度成 就八个字节是吧 你TCP呢 是至少二十个字节 好 我们就来对比这个现象 你VOIP本身的载荷大不大 这一块 这一块大不大 不大是吧 好 你这一块不大 我UDP加了八个字节 你TCP加了二十个字节 那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时候对于我们这股流量而言 如果你每个报文都把UDP换成TCP 那会实现什么 带宽占用的急剧增加吧 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报文 本身就是我们的控制报头 就比我们载荷要大了吧 而还好 现在你的UDP只大了八个字节是吧 你换成TCP呢 立马相当于多加了十二个字节吧 那这个时候你发送的报文又多 你的报头每个增加十二字节 那我们带宽的占用率是不是一下上来了 是吧 使用UDP节约带宽吧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大家觉得VOIP以及视频流量等等 这些基于主播的数据层面流量 我们真的需要TCP吗 TCP是个面向连接协议是吧 他给我们的流量传输带来什么 一个是流扣 一个是防乱序 一个是防丢包 还有一个是重传是吧 好 我们就拿重传来说话了 你这个VOIP流量需不需要重传 你视频流量需不需要重传 你一些基于主播的业务流量需不需要重传 根本就不需要重传 换言之是你根本就不能重传是吧 所以说呢 对于很多主播流量啊 我们不需要TCP提供的可靠服务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只能使用UDP 能理解吧 再加上第三点 我们对TCP的流量怎么描述的 TCP是个点到点协议是吧 你基于点到点协议的风筒 你能发主播吗 你发都发不了是吧 那基于这三点 在这里注意啊 我们的主播的数据层面的流量 还真就只能基于UDP 能理解吧 有这么个概念啊 那当然我们说过啊 我们研究一种协议啊 研究它的数据层面是没什么前途的 因为一般情况数据层面可控性强不强 基本可控性为零是吧 我们能控的是吧 是控制层面吧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这节课研究主播呢 重点也会研究主播的控制层面 在这边呢 先跟大家提一下 主播所有控制层面的协议中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协议 我们称为叫PIM 可以吧 那当然了 PIM呢 作为一个动态Lotion的协议 我们在研究主播所有细节之后 再慢慢提 好吧 像这么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吧 主播呢 他也罗列出了一大一大堆的什么缺点 是吧 我们来一个个看啊 首先第一个缺点 主播提供的是净利而为的传输是吧 这个净利而为传输事实上描述是吧 描述的是UDP吧 你UDP这个协议本身就是个无连接提供净利传输协议吧 那你这时候数据层面流量基于UDP封桌 那你传输当然没有可靠的保证了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缺点不是主播的缺点 而是UDP的缺点 那接下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说什么 没有拥塞避免机制吧 这其实描述的又是什么 又是UDP的缺点吧 你TCP可以基于滑动窗口 基于我们的慢启动来实现什么 来实现拥塞防止吧 而你UDP呢 你UDP能不能实现 你UDP根本没这自断吧 是吧 所以说他描述 就是当你我们传组播流量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什么 产生拥塞吧 是吧 那当然这也不是组播的缺点 是UDP的缺点 接下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什么 第三个是重复报文吧 这个重复报文终于说到了一个和UDP无关的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也是我们祖播流量的硬生 在这里看一下什么叫重复报文 先来理解重复报文说的怎么回事 就是你一台设备 你接收到了多份一模一样的祖播报文 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叫重复报文 那接下来看一下重复报文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不好的地方 再举个例子 还不能擦 我们来起个白图吧 好 这边呢 有一台祖播祖信员 这是我们的server 可以吧 连接了R1 连接了R2 我下游呢 有一个以太网段 下面呢 一系列的PC 好 这我们假定了 祖播祖服务器 开始发送我们的祖播流量 这个时候流量 是不是既可以到达R1 又可以到达R2 那R1R2收到流量 怎么办 只要我们的路由选的协议部署完毕 我们会把这个报文转发给下游网段吧 那这会导致什么 这会导致下游的PC 他会同时收到两份一模一样的报文吧 我想问一下 这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得要看这个信员在发什么吧 如果你信员发送了祖播的数据流量 那貌似影响还不是很大是吧 你收两份就收两份 无非浪费打带宽嘛 那如果这传的不是数据呢 这传的如果是我们的信令流量 我们的祖播GN1里面呢 经常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我也比较喜欢 这个例子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使用祖播流量 发送信令来控制组坦克 这个时候呢 我发送了一份信令 这个信令要坦克干嘛呢 要坦克右转90度开炮 好那这时候你收两份代表什么 那不言而喻了吧 是吧 所以说呢 对于有些祖播流量 我们是绝对不允许什么 重复报文的吧 那这要怎么解决呢 在数据层面 我们一般解决不了 我们使用什么解决 我们使用控制层面的 祖播流行的协议来解决 也就是说 解决重复报文 要通过修改PIM 来解决 可以吧 这个重复报文呢 是祖播流量里面一个大计啊 像什么概念 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祖播流量出现很大的问题 可以吧 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缺点 最后一个缺点是什么 叫做传递乱序是吧 这个乱序是什么 其实也是UDP的缺点吧 我UDP没有一个序列号 没有一个确认号机制是吧 所以我传报文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乱序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也别担心 我们一般呢 祖播传递的流量 如果基于UDP封装呢 在我UDP的前端呢 总会有一个RTP 这个RTP是什么 我们称为叫做RealTime RealTime Transport Port Protocol 这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叫实时传输协议是吧 在这里注意啊 一般情况 实时传输协议这个报头呢 就会为我们这个整个数据流 提供一个传递的序列性 能理解吧 因为在这个报头中呢 我们包含那个序列号字段 而一般情况 我们使用祖播呢 传递无论是VIP啊 还是我们的视频流量 都会添加这么一个RTP报头 这个RTP报头呢 就是为了弥补我们的UDP的缺陷 帮助我们的流量传输呢 带来这个序列性 能理解吧 所以说呢 提了祖播缺点四点 其中呢 只有这么一点 是比较重要的 是吧 而我们关注呢 也就关注这一点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呢看一下 基于祖播的应用 基于祖播呢 我们的应用呢 一般是分为三大类啊 哪三大类啊 第一大类叫做一对多的应用 第二大类叫多到多的应用 第三大类叫做多到一的应用 来提一下吧 一到多一般是什么应用 哪里 一对多啊 你一个发多个收 一般是什么应用 我们经典的VoIP 是不是就一对多 是吧 我们开一个电话会议 是吧 一对多吧 然后呢 我们的VoD 是不是也是一对多啊 你一个视频服务器 发视频流量 我一大堆PC收嘛 是吧 这种呢 是祖播的一个最大的使用亮点 一般所有基于祖播应用程序呢 都是一对多的 那这个多对多呢 多对多一般有哪些应用啊 有没有开过视频会议啊 有开过吧 这个视频会议什么概念 你一个办公桌 一大堆人开会 桌上每个摄像头 高端一点技术实践就是 你哪个人说话 摄像头自动转向谁 是吧 然后呢 我的图像呈现在所有人PC上面 这就是一个经典的视频会议 那这个视频会议里面 我每个人是不是既是接收者 又是发送者 是吧 我讲话的时候 我是发送者 我听的时候 我是接收者 是吧 除了视频会议呢 有没有用过我们的 那叫什么呢 那微软开发的叫什么呢 不是exchange啊 聊天工具 对MSN啊 这个MSN里面呢 以前我玩的时候 有一个叫什么 共享白板 就没用过 一块白板 大家都会画 那你画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是发送者 而你看别人画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是接收者 能理解吧 这些都是多对多应用 那个多对一呢 多对一一般比较少见 多对一的应用是那些 知不知道监控啊 我们在监控室里 一个大屏幕是吧 里面放了我们监控的 每个房间的信息是吧 这不相当于是多个监控器 把流量发给同一个屏幕啊 是吧 还有早期电视里面的 画中画系列 那些是不是都是 多对一的应用 那当然了 多对应用呢 一般比较少见啊 基于主播的应用呢 比较多的 就是前两者 可以吧 接下来呢 大体看一下 主播的应用呢 对应了我们的封装 那一般呢 我们的主播的应用程序呢 就这些 可以吧 重点看我们的视频 和我们的音频啊 视频和音频呢 在我们的UDP封装之前呢 先要封装一个解码器 这个解码器呢 对于我们的音频就是 G.711啊 G.729啊 等等编码解码处理 能理解吧 为什么要编码解码处理啊 因为我们说的这些声音 声音本身是什么 声音本身应该是原波吧 我们称为叫模拟波吧 计算机能不能识别 识别不了吧 我们得要把我们的声波 转换成什么 高低波吧 这个叫什么 数字波吧 叫方波 这个方波在转换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一个 采样量化的过程 采样量化是吧 记不记得 是吧 这采样量化完之后 是不是还要编码 编码一般就定一个格式吧 高中都学过嘛 是吧 你定一个格式之后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转换成IP报文之后 发送给我们什么 网络的其他节点吧 是吧 而你视频呢 视频一般就是H.261吧 还有呢 MPG吧 这都见过吧 是吧 当我们编码之后 怎么办 首先问一下 这一层是哪一层 表示层啊 注意吧 表示层给我们编码 编码之后呢 先要封装一个实施传输协议吧 然后呢 再封装UDP 下面再封装IP 可以吧 好 那接下来呢 这边也没什么别的了 谈一下我们的主播服务架构 这个主播服务架构呢 大体就是这么一张图 研究主播之前呢 一定要对我们这个主播服务模型呢 有一个深入了解 这个主播服务模型 他呢 把整个的主播环境呢 分为了三大块 哪三大块呢 这是第一大块 这是第二大块 这儿呢 这是第三大块 在研究我们这三大块之前呢 先要研究一下跟主播相关的两名词啊 第一个名词我们称之为叫 第一跳路由器 第二个名词我们称为叫 最后一跳路由器 这第一跳和最后一跳什么概念啊 那实际题之前看一下啊 这最后一跳呢 文档上通常会给它起一个这个名字 leaf leaf什么意思 叶子的意思是吧 在这里提一下 主播的服务架构 看起来就像一个树型架构 这个树型架构中 我们的叶子 对于一棵树而言什么概念 就是最末端是吧 而我们的第一跳呢 就可以理解为是树根了吧 在这里提一下 我们这个主播架构一般怎么回事呢 主播架构很简单 其实你一个服务器 安装了一个 比如说视频软件吧 音频软件 那这个时候呢 我再申请一个什么 主播地址 我就可以不停的发我主播报文吧 那我这个主播报文 肯定会传给我的第一跳路由器吧 这个路由器 肯定相比所有其他路由器 我是第一个收到 主播组流量吧 那该路由器就是 第一跳路由器 而我这路由器呢 收到主播流量之后 我通过运行 主播路由器的协议 我会呈现一张什么 主播路由表吧 我基于主播路由表 来帮助你这个服务器呢 把流量 沿着我们这个AS吧 可以吧 一跳跳传递 传给什么 传给我们这台路由器吧 而这台路由器有点特殊吧 我直接连的什么 直接连的就是我们 组播组流量接收者吧 是吧 那这个时候 该路由器是不是 就是最后一条路由器啊 然后我最后一条路由器 通过某种机制得知 下游哪些PC 需要接收 组播流量 那这个时候 我就把相应的组播流量 来发送给这些PC 可以吧 好 这是第一跳 这是最后一条 好 基于这第一跳 最后一条 我们答一个问题啊 一个AS内 是否会有固定的 第一条路由器啊 也是否会有固定的 最后条路由器啊 那到底什么是第一条路由器啊 这第一条路由器 是按照什么来归类的 是根据我们的组播组服务器 信源来归类的吧 你这台路由器 直接连接了我们组播组服务器 那你这台路由器 自然而然就是第一条吧 而第一条路由器 真的只会有一台吗 未必吧 你一个月内 发送组播流量服务器 会只有一台吗 有可能是 有可能不是吧 如果你有多台服务器 都要发送组播流量 那这个时候 很可能会对应什么 多个第一条路由器 而你最后一条路由器 只要你是连接组播组成员的 那你就是最后一条路由器 能理解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的分析一下 这三大块 首先先来看第一大块 在第一大块中 我们重点关心什么呢 其实我们重点关心的 跟我们的学科没有半点关联 我们就重点关心 你怎样能够开发一个软件 让我们的组播组服务器 来发送这个组播流量 所以说呢 这组播架构中的第一大块 其实不是我们的网络工程师研究的 重点是研究的 重点应该是我们的软件工程师 也就是我们的开发工程研究的 只要你开发了一个软件 你再购买了一个什么 组播组地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服务器 就可以使用这个地址发流量了吧 是吧 那这块就没什么事 能理解吧 你有组播组地址 你有软件 你装上去 你发流量 那就OK 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用管 那第二大块呢 第二大块 这一块吧 大家觉得在这一块中 我们关心什么 我们关心就比较多了吧 我们第一点关心就是 你第一条路由器 我收到了组播组流量 我凭什么帮你转发 是吧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转发理由吧 我怎样能够帮你把报文转发下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帮你转了OK 没问题 我基于什么样的原则转 我能不能跟你乱转发 我给你乱转发 很可能会有重复报文吧 是吧 我的转发机制是什么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使用什么路径给你转发呢 是吧 我是以树形结构给你转发呢 还是以环形结构给你转发呢 还是以什么结构给你转发 是吧 这一点就是我们第二块研究 说白了 第二块研究是什么 就是我们基于组播的 所有控制层面的协议 我们称之为叫 组播的动态路由器的协议 里面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PIM 好 接下来最后一档块 你们觉得最后一大块研究什么 最后一大块研究什么 你这个最后一条路由器 是不是连接了一大堆PC啊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很可能说是所有PC都接收相同的 组播组流量 没这可能吧 肯定是有的想要接收 有的不想接收吧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最后一条路由器 我怎么知道你下游哪台PC想收 哪台不想收呢 是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下游这些希望接收组播组流量PC 我怎么知道我想接收组播组流量啊 我把这个信息告诉给谁呢 是吧 所以说呢 最后这第三大块 我们研究就是一个交互式协议 这个交互式协议就是在我们的组播组接收者和我们最后一条路由器之间交互的 交互的内容很简单 无非两点吧 第一点是让我们的最后条路由器知道下游哪些PC想要接收发往哪个组播组流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让我们的最后一条路由器能够得知 而让我们的下游的PC能够得知 当我想接收组播组流量的时候 我把消息发给哪台路由器 告诉他这一点 可以吧 而这个协议呢 就是我们的IGMP 可以吧 重点研究的是第二大块 但是第三大块呢 也很重要 可以吧 我们在研究整个组播组架构的时候 从第三第三大块开始研究啊 研究完第三大块之后 我们再开始研究第二大块 可以吧 先有这么一个顺序性 接下来 关注一下 我们的第二大块的一些协议的分类啊 我们说过第二大块呢 主要研究的是我们的组播动态路由器的协议是吧 这些协议呢 其实有很多 跟我们的单播路由器的协议一样啊 有一大堆 这些协议呢 也分为两类 哪两类呢 一个叫做IGP 一个叫做EGP 这个IGP和EGP 大家知道怎么分吗 你一个协议在一个AS内使用的就是IGP吗 你在AS之间使用的 你是不是就是EGP啊 其中IGP呢 数量比较多 一个叫DVMRP 一个叫PIM 一个叫MOSPF 一个叫CBT 其中呢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PIM 其他三个呢 我们可以不用考虑了 太老了 一般呢 没有人使用 那对于这三个呢 有一个可能会勾引出大家兴趣啊 就是我们的MOSPF 这个MOSPF是什么 M就是Modcast 叫做主播的最短路径优先协议 这个协议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OSPF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OSPF的LSA的时候 12345都讲了吧 7类也讲了 唯独漏了一个6类吧 这个6类LSA干嘛用呢 这个第6类的LSA呢 就是用于我们的MOSPF 来帮助我们的域内呢 传递主播流量 能理解吧 那这时候呢 基于我们这个描述的发现啊 如果我们要使用MOSPF 有没有什么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是 在我们这个AS内 我们部署的单波路由选择协议的IGP 必须就是OSPF吧 是吧 由于这个限迅条件呢 导致我们一般情况不建议使用这个协议啊 虽然呢 这个协议还不错 我凭良心而说啊 还不错 但是呢 前提条件有点苛刻 是吧 我想用RIF怎么办 用不了了吧 我想用ESRP呢 也用不了了吧 ISIS呢 也用不了 你必须使用单波的OSPF之后 才能使用MOSPF 而这时候之所以 PIM用的比较多 我们得先了解PIM的全称啊 PIM的全称叫做Protocol Independent MultiCast 这个翻译成中文什么意思啊 叫做协议无关 组播路由选择协议是吧 好 这个协议无关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协议无关啊 相对于MOSPF而言啊 这个所谓的协议无关就是指 当我们在一个AS内部署PIM 我们根本不关心在这个域内部署的单波的IGP 是哪个协议 你运行RIF 运行OSPF EIGRP SS对于我启用PIM 没有任何影响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你单波的IGP 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没问题吧 那就基于这一点 我们说了 使用PIM是比较灵活 我们不需要有什么限制的条件是吧 能理解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主播螺旋的协议中的IGP 而主播螺旋的协议中的EGP呢 重点就是我们的MPBGP MPBGP跟他提过吧 就是我们的BGP的V4加码 以及还有一个叫做MSDP MSDP叫做主播源发现协议 当我们这两个协议呢 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们能够实现跨域的组播流量的传递 能理解吧 好 那当然了 在我们这个组播课程中呢 我们对组播的IGP呢 不做了解 我们呢 在考IE的时候 IE理论课程 会对这个MSDP 以及MBGP呢 有深入的了解 能理解吧 我们这个课程呢 重点还是关注我们的P 没问题吧 好 没问题我们继续看 接下来呢 就看一下 我们的组播地址吧 是吧 谈了半天 组播的好处和坏处 组播地址是什么 我们在A中说过IP地址分类吧 早期按照自然类分类 分为哪些类啊 A类 B类 C类 D类 还有E类是吧 其中A类的首字节规则是什么 10 以0开头的 全是A类啊 第一字节取值范围呢 0到 127吧 B类呢 首字节规则 10吧 他是128 到191 C类呢 110是吧 192 到 223 好 第一次给大家提D类了 D类就是我们的主播地址 D类首字节规则是什么 1110 那他的取值范围是什么 就是这一段 R4 到239 对吧 好 提了我们的ABC类 又提了D类 问一下 ABC类跟D类有什么区别 那首先叫法就不一样了吧 我们把ABC类地址称之为叫单波地址吧 而D类呢 叫主播地址是吧 这个单波地址跟主播地址又发生什么区别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接口的配置吧 你在接口上能不能配一个ABC类地址 必须可以吧 这就是单波地址嘛 你给我们的节点分配地址肯定是单波的嘛 而D类呢 你能不能说在路由器的一个接口 或者我们的PC一个接口配置一个D类地址 明显不靠谱吧 是吧 D类地址不能够分配给我们的节点 这是第一点区别 第二点 对于我们的流量而言 你单波流量是不是要带一个三层爆头啊 三层爆头里面是不是要有原木地址啊 这个原地址可不可以是单波地址啊 可以吧 木地地址呢 是不是也可以是个单波地址啊 是吧 当你原木都为单波地址的时候 我们的流量就是个单波流量嘛 而你组播流量 组播流量 是不是要有三层封装啊 那你组播封装的原地址呢 能不能是个组播地址 就必须不能了吧 必须是个单波地址吧 而你组播的目的地址呢 就必须是个组播地址吧 所以基于这点我们知道了 对于我们的流量而言 组播地址只能是目的地址 所以一般呢 我们对组播地址有这么一个定义啊 组播地址跟我们的节点没有任何关联 组播地址只跟什么 我们的组播服务有一个关联 能理解吧 它永远只能够成为什么 我们的流量的目的地址 好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说过在部署我们 单波地址的时候 为了节约IP地址 我们有一个子网化的概念是吧 这个子网化的升级版 就是我们的VLSM VLSM给我们一个单波地址 带来什么 带来了一个子网研码的概念是吧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地址吧 172.16.10.1-24是吧 这是什么意思啊 描述了我们这个地址前24位是网络位是吧 后8位呢 主级位是吧 那我想问一下了 你组播地址有没有这么一个子网研码 你单波地址肯定有啊 因为你要部署VLSM嘛 那你组播地址呢 你组播地址 有没有子网研码这么概念 有还是没有 正级 有没有子网研码 有 好 那我问了 你组播地址子网研码干嘛呢 那我来画一个 224 1.1.1.1-24 好 你来告什么意思 前24位 网络位 后8位 主级位是吧 你要分配给谁啊 那广播域是什么 啊 你的广播域是什么 你这地址能不能给PC配啊 你根本都配不了是吧 那你需不需要标识你哪一段 描述广播域啊 你也没法标识嘛 如果你真要说 我们的组播地址 有研码 那他的研码永远只有一个 杠32 能理解吧 因为你这个地址不可能给任何节点分配的 你只能作为流量的目的地址 所以说呢 我们的组播卷一里面 也给我们的组播地址呢 有这么一个描述 称之为叫扁平化的地址 什么叫扁平化的 没深度吗 就这么一个平面的地址 能理解吧 你爱用不用 可以吧 好 这是对组播地址的一个简单的描述啊 那当然组播地址呢 他的地址也蛮多的 是吧 有多少个地址啊 2到28次方的地址是吧 只要你前四位保持这个值 后面是不是可以任意变了 是吧 你地址出来不少啊 那这么多地址呢 也会有分类 分成哪些类呢 分成这些类 大体三大类 第一大类叫做被保留的链路本地地址 第二大类 叫做全球可聚合的组播地址 第三大点呢 我们称为叫做私有的广播地址 简单来讲 三大类啊 第一大类被保留的 第二大类公网可路由的 第三大类只有在AS内使用 可以的 好 首先来看第一大类 第一大类呢 我们组播组地址范围就是 224.0.0.0到 224.0.0.25是吧 这一段大家是比较熟啊 熟不熟 熟透了吧 我们之前学到IGP的组播组地址 锐不是吗 224.0.0.9是吧 DI加P呢 0.10是吧 OSPF呢 0.5和0.6是吧 好 这一段有什么属性啊 首先我们来看这里 link local什么意思 什么叫link local 叫链路本地是吧 如果把这个链路可以理解为是个广播域 那就可以理解为叫广播域本地了吧 在这里注意啊 只要你一个报文 目的的组播地址属于这个段 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报文TTL值只有一 能理解我意思吗 这描述什么概念 你发送去往这些组播组地址的报文的时候 这个报文只能在什么 一个广播域内传递是吧 那大家发现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IGP建邻居 你能不能隔跳建 你建不了是吧 你只能直连建吧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link local 那接下来看第二个 这个被保留的什么意思 什么叫被保留的 就是这段地址 你开发了一个组播应用 你能不能说是购买这段中的某个地址 来发报文 不能吧 这段地址全部被定义了相应的用途了 能理解吧 你这段地址的用途已经被相应的定义过 你呢是不能够购买 比如说我们来举几个经典 R4 点0 点0 点1 这个地址见过吗 这个地址见过没有 没见过是吧 那我来给大家提一下 你默认情况一台PC 或者一台路由器 或者一台三层交换机 或者一台三层放火墙 只要你是一台三层设备 你连上了网 那你这个接口会默认监听这个组播组地址 那基于我的描述 大家觉得我发网这个组播组地址的报文到底能发给谁 能发给谁 能发给跟我在同一个广播域内的所有PC以及所有网络设备吧 是吧 因为大家默认都监听这个组播组地址嘛 而这个组播组地址 由于它是个link local地址 它只能发一跳吧 那也就是说你谁发的 只要你这个报文发出来了 那所有跟我在同一个广播域的任何三层节点都会处理这个报文 能理解吧 我们称之为叫全体的组播地址 可以吧 好 第二个 R4.0.0.2 这个地址见过没有 这个地址呢 跟我们的点1比较像啊 但是呢 有点区别 只有三层网络设备 它成了一个基于组播的路由器之后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一个接口就会监听这个地址 能理解什么意思吗 你一个报文发往这个组播组地址 相当于发给谁 发给和我在同一个广播域的路由器吧 是吧 PC呢 是不会监听这个组播组地址 能理解吧 点1是所有PC以及所有路由器 点2呢 就只有所有路由器了 PC不会监听 可以吧 点3呢 点3不重要啊 我们不关心 点4也不重要 我们也不关心 点5 点5是什么 OSPF发送报文的一个常用地址吧 点6呢 点6呢 当我要把OSPF报文发给DR或者BDR的时候 我使用点6吧 点7咱们不关心 点8也不关心 点9 点9是什么 RipV2发送更新的组播组地址 点10呢 点10呢 EI加P发送组播地址吧 好 再扩展 R24.0.0.13 这是什么地址啊 这就是我们的PIM 发送哈喽地址 能理解吧 PIM呢 作为一个组播路径的协议 它其实跟我们的任何的单波的IGP呢 很类似 我们这个PIM 在传递路由信息之前呢 也要建立邻居 而建邻居呢 比如发哈喽 这个哈喽呢 也会发往一个组播自己地址 这个地址就是什么 我们的R24.0.0.13 可以吧 好 在这里提一下 这一段被保留的列路本地地址 有没有问题啊 应该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看第二类 第二类是什么 我们的公网组播地址吧 这公网组播地址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开发了一个组播组应用 我希望一个服务器呢 把这个组播流量发往整个internet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申请一个公网组播地址 跟我们想要使用什么 公网IP地址一样吧 要购买 像谁购买 你们猜也能猜出来吧 像谁买 像ina买吗 只要是提到买地址的 立马想到他 地址贩子 比卖军火还来钱 好 开玩笑的 好 这个地址哪个范围啊 就是24.0.1.0到23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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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 这些地址都是我们的组播的公用地址 你只要希望把我们的组播流量发往我们的公网 必须要保证什么 必须要保证我们这个组播应用程序跟我们的组播组地址是一个一应设的吧 是吧 不然可能会出现问题吧 那怎样保证一应设 就要保证这个地址我用了 别人没再用了 是吧 能理解吧 好 在这里注意 虽然我们这一个范围内的地址呢 都叫做公网组播地址 但是呢 有两段我们不能用 哪两段 一个是232.0.0.0到232.25.25.25 还有一段呢 就是233的 先看这一段 这一段232呢 我们称为叫做SSM 叫做指定原组播 简称为SSM 这个SSM呢 是一个PIM的高级应用 这个应用实现什么呢 那在讲这个应用之前呢 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当前提到祖播呢 通常的架构叫做ASM 这ASM什么概念 叫any source not cost 叫任意原的祖播 而这个SSM呢 我们称为叫做指定原祖播 有什么区别 那区别可大发了 是吧 先来看一下ASM 我们假定 这边有若干个原 在发送祖播流量 我这边呢 有一台运行祖播流行的 协议流器 假定我的祖播架构呢 是ASM 那这个时候 该路由器收到了 Server One发送的流量 我会不帮你转发 会的吧 你第二个服务器发呢 我也会帮你转发吧 你第三个服务器发呢 我还会帮你转发吧 这也就是说ASM 对于我路由器而言 我关注什么 我只是关注 你这个祖播组流量 发给哪个祖播组地址吧 我关不关心 你流量谁发的 我不关心 只要你流量 发给正确的祖播组地址 那不管你是谁发的 我只要能转发 我都会帮你转发 能理解吧 那这样会导致什么呢 这样会导致我下游PC 收到的流量 我知不知道谁给我发的 我就不知道了 是吧 而SSM 什么叫指定员祖播 那就我可痛性强很多了吧 同样对于一个祖播组地址 假定是R24.1.1.1 你多台服务器向这个祖播组地址发报呗 而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通过SSM定义 定义什么呢 定义我只想帮你哪台服务器来转发流量 比如说我想转发你sever一来 我不想转发你sever二 那这时候你sever二流量 是会一直不停的发吧 但你发给我之后 我转不转发 我不转发 我直接帮你丢弃了 只有你sever1过来的 我帮你转发下去 而这个时候对于我下游PC而言呢 我能够得知 我监听的是 哪个服务器给我发的流量 而这个应用呢 在当前应用非常广啊 比如说你们打魔兽世界 你们魔兽世界的架构 其实也是祖播架构 暴雪架开服务器在网易 你网易发送祖播流量 给我们一组client端 你开启PC上的魔兽世界client端 其实就是在开启一个祖播组地址 能理解吧 而这个地址 我们在进入游戏之前 是不是要先选择一台服务器 广州服务器 上海服务器 北京服务器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是我们这个概念 其实你祖播流量 为了保证冗余 我们会架构多台服务器 这些服务器呢 会发送相同的流量 给相同的祖播组地址 能理解吧 而这个时候 为了保证我们的流量的优化 我们一般会建议什么 接收利用我们最近的服务器 给我们发送流量吧 是吧 而这点怎么选择呢 我们使用老式的祖播架构 能不能选择 选择不了了 只能使用SSM来选择 能理解吧 而这个时候 使用SSM有个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你祖播祖服务器 发送的祖播流量的目的地址 只能在哪个地址范围内 只能在我们这一段 232范围内 能理解吧 那当然要注意啊 这是一个默认的SSM的范围 我们呢 可以通过某种方式 有条件的来修改这个范围 我们可以把这个范围呢 改为任意的范围 能理解吧 好 这就是SSM 没问题吧 有没有问题 好 没问题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233的 233的什么概念 233呢 我们称之为叫GLOP 这个GLOP呢 我要给大家提一下 我们是不是刚刚讲完BGP 问一下 你企业运行BGP 你要干嘛 先买AS号 向谁买 还是RMA是吧 你买AS号 要向RMA买 你买祖播地址 也要向RMA买 你们觉得这两者之间 会不会有些关联 千丝万缕 比较微妙的关联 会不会有一些 呵呵 有没有啊 啊 阵集有没有 猜的也会有 是吧 老奸句话 是吧 人家也会有些 优惠活动的吧 来 我来报一下 这个RMA的优惠活动啊 只要你们买AS号 我就送你们 祖播地址 买一赠一啊 那这样我们看 买一赠一怎么赠的 这个GLOP 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去赠这个祖播地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啊 开一个 OneNote吧 GLOP 就是 你购买一个AS号 我就送你一段 祖播地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购买什么样的AS号 我送你什么样的 祖播地址 那你们提个吧 AS号随便编写 来 CC说一个 啊 曲折范围是 1到6535啊 好 随便取一个 65432 好 65432 65432 没有1 肯定没有1嘛 你有1了多了一位了 好 首先 那你购买了 那你听个工友呢 12345 12345 可以吧 好 这个比较给力啊 12345 第一件事呢 开个计算器 12345 立即改成16进制 变成3039啊 好 3039 咱记下来 3039 从中呢 切两半 可以吧 先把30呢 换成十进制 30 十进制 多少 30对应的是48了 就是48 39呢 十进制是 57是吧 57 前面就是 233 可以吧 这就是我送你 你买一个S号 我送你256个GLOP地址 你随便用 可以吧 买一赠一啊 买大送小 可以吧 没问题吧 好 这就是一个GLOP的概念 以后呢 如果大家有钱了 发达了 搞一个园区网 自己是老大 是吧 你要买S号 记得啊 如果他不送你这个地址 你可以告他了 关于我们的 组博组地址 没有问题啊 第二道块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第三道块 第三道块 什么意思啊 就跟我们的单播私有地址一样 你在一个企业网内 部署了一个组博服务器 你要发送组博流量 而这个时候呢 我又不希望我的组博流量 发给internet 那这个时候 买组博组地址 哎 比较浪费是吧 我就直接使用个私有地址 在我们内网网就行了吗 一般在实验室环境中 我们都是使用私有地址 可以吧 好 那这边呢 对于我们的组博组地址描述呢 我也不再提了 之前都说过了 可以吧 好 歇会儿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回忆一下 刚才那个组博架构啊 不是分为三块吗 是吧 咱们呢 先从最下面那块 那块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条路 到达我们的组博组的接收者那块呢 看上来提 而我们当然说过了 就是说你最后一块呢 主要负责的目标就是 让我们最后条路器 能够知道下游呢 有哪些PC 想要加入一个组博组 然后呢 让我们的组博组的接收成员呢 能够得知 当我需要接收组博流量的时候 我把我想要接收这个信息呢 告诉给谁 而这个协议呢 就是我们的IGMP协议 这个IGMP协议呢 在研究它之前呢 按照老方式吧 先来看一下 这个协议是个几层协议 好 在这里注意啊 IGMP协议的全称叫做 Internet组管理协议 叫Internet的组管理协议 这个协议呢 是一个OSI定义的四层协议 可以吧 当然了 它是个TCPIP的协议啊 它的封装呢 是这样的 IGMP的载盒 前端呢 直接封装的是我们的IP 然后呢 是我们的以太网针头 最后呢 是我们的FCS 好 可以知道的一点啊 是IGMP呢 基本情况 都是在我们的以太网 环中运作的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IGMP是我们的最后条路 器到达我们的接收者PC 这段的一个链接吧 是吧 而这段链接PC 想连入网络 肯定要使用以太网 链接吧 是吧 所以说呢 IGMP这个协议的封装呢 一般都是在二层封装 我们的以太网针头 可以吧 好 那我说过 你一个四层协议 你直接封装在IP 报头之上 那你在IP 报头里面 是不是应该对应的字段 就是我们的上层 协议字段是吧 ICMP对应的协议号 是一吧 IGMP呢 IGMP对应的上层协议号 就是二 对吧 好 这个协议呢 它从开发至今 一共经历三次版本 第一个版本呢 就是我们的IGMPV1 第二个版本呢 是IGMPV2 然后呢 现在有一个比较高端的 叫IGMPV3 这节课中呢 我们主要研究V1和V2 可以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先从V1开始吧 这个V1协议呢 是由我们的RFC1112定义的 是一个公有标准啊 所有厂商呢 都能够支持 而这个协议呢 它一共就包含两个报文 一个叫做Membership Curate 一个叫做Membership Report 这两类报文呢 翻译成中文 第一个报文我们称之为叫 组播组成员资格查询 第二个我们称之为叫 组播组成员资格通告 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 这个协议呢 我们称之为叫做 服务器客户端模型协议 也就是一个CS架构的模型 C是谁 C是PC吧 Summer呢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条路由器吧 是吧 那问一下 对应于这个CS模型架构 我们这个协议的这两类报文 Query报文 是由谁发 Report报文 又由谁发 查询 查询谁发 通告谁发 那查询肯定应该是 Server发吧 我查询什么呢 我查询下游的PC中 有谁想要接收 组播流量 是吧 好 Report呢 PC告诉服务器 我想要接收 发往哪个组播组的 组播流量 能理解吧 好 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报文呢 封装 还是之前这个封装 在这个封装中呢 我们重点看一下 IGMP的载荷 这个载荷中呢 包含了一些 什么样的字段 首先这呢 就是我们的 IGMP的载荷 不大吧 一共就两个字节 啊不是 不是两个字节 一共就八个字节 是吧 好 上面第一个字段 是什么 Version吧 Version版本吧 IGMPV1嘛 版本就是1吧 接下来呢 类型 类型是什么 类型描述了 报文的类型吧 一共就两种报文 如果类型值V1 代表什么 Query 类型值V2呢 就是Report 接下来这个字节呢 没有使用 被保留 这两个字节 教验荷吧 用来保证我们的 IGMP报文的传输的 完整性 最后四个字节 这是什么 组地址吧 一个group地址 这个组地址 什么意思 好 咱们先不看 咱们来先画张图 先画张图 还是使用 OneNote的话吧 好 咱们来画张图 假如说呢 这边有台路由器 R1 连接了我们下游的 这么多台PC 这是PC1 PC2 PC3 PC4 这就是一个经典的什么 组波架构的第三块的一个雏形吧 是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说了 IGMP报文的封装呢 是这样的 我们的IGMP的载荷 前端是IP 在前端是以探网针头 最后呢 是FCS 好 这个IP 爆头里面 包含什么字段 IP 爆头里面 应该包含这些字段吧 一个是原IP地址 一个是 目的IP地址 可以吧 好 Source IP Destination IP 这个IGMP 载荷里面 是不是还有一个 group字段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路由器 发送的查询包 query 这个报文 它的原IP是什么 它的原IP是什么 原IP是什么 原IP理所当然就应该是 路由器发送这个报文的 接口的IP地址是吧 应该就是R1的 接口的IP吧 是吧 R1的IP 可以吧 好 目的IP呢 目的IP干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胶片啊 目的IP地址是什么 是R4.0.0.1吧 这个地址发给谁了 网段内的所有PC 以及所有路由器是吧 好 TTL等于1代表什么意思啊 报文只能在这个广播域内传递是吧 好 这个报文呢 注意啊 路由器呢 会周期进去发 那这个周期多少秒呢 周期是默认60秒一次 可以吧 好 这个报文发给下游的PC目的是什么 就是询问你们吧 询问你们有谁想要接收 组博组地址 对吧 这个是目的IP地址 0.0.1啊 好 那接下来 这个query报文里面是不是也包含了一个IGMP载核 这IGMP载核里面是不是有个group字段 那这个group字段是应该是吗 应该是吗 我之所以发送query 就是问你们 你们谁想要接收组博流量 那至于你们想接收哪个组博组的流量 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我不可能知道 所以我才问吧 那这个时候 这个组博组地址 就是全灵 能理解吧 好 这是query 那report呢 report 比如说 我R1发送了一个组博组查询给下游PC 是不是PC1到PC4都能收到 那假如说这个时候 我PC1想加一个组博组 这个组博组是R4.1.1.1 我想加入这么一个组博组 R4.1.1.1 好 那这个时候 我PC1会发送一个report报文是吧 这个report报文的原地址就是 PC1的IP吧 目的地址呢 目的地址咱们先不提啊 先不谈啊 咱们来谈这个 Igmp载荷中组地址 我想要加入R4.1.1.1 那这个Igmp载荷中的组地址 理所当然就应该是 我想要加入的组博组地址吧 是吧 R4.1.1 好 现在我们关注 就是IP报头里面的目的IP地址 这个地址应该是什么 这个目的地址我给大家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R4.0.0.1 第二个选择是R4.0.0.2 第三个选择是R4.1.1.1 我来问大家应该是哪个 应该是R4.0.0.1 R2.1.1是什么意思 我Report报文发给点1就是 不但让路由器知道 还让这个网段内所有其他PC也知道 是吧 而发给点2呢 是只让路由器知道 那发给R4.1.1.1呢 路由器能不能知道 路由器是一定能知道的 在这里注意 你路由器什么时候会周期性的发送query 有个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就是在路由器连接下游网段的接口 我们必须要启用某种模式的PIM 当你启用了PIM之后 这个接口不但会周期性的发送长远报文 并且这个接口默认也会识别 发往任何组拨组流量 能理解吧 好 所以说呢 不用担心说是你发往R4.1.1.1 我路由器呢 识别不了 是肯定能识别的 那接下来我就问了 你到底是发给哪个组拨组流量 那接下来 我希望大家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假如说我路由器发送了query报文 我这个网段非常大 里面有一百台PC 我这一百台PC中 有五十台 都想要加入R4.1.1 那这时候这五十台PC收到查询之后 是不是都要给我们的路由器返回Report 有没有必要返回那么多份 你如果返回了一份 我路由器接口收到了 那这个时候 我就会在我这个接口产生一个ICMP表象 把我这个接口跟R4.1.1.1作为一个关联 那接下来路由器收到了上游发下来的去往R4.1.1.1的组拨流量的时候 我就会通过这个接口发下来是吧 那你收到五十份 你收到五十份 我是不是还只会生成那么一张表象 也就是说你收到一份和收到五十份 对于我祖波流量转发有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那仅仅是浪费了路由器的CPU资源 浪费了这个网段带宽吧 是吧 好 那基于这点我再来问大家 你是发给点1还是点2还是R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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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 我的IP报头的目的地址 跟我的组地址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呢 我们先来研究一下 你PC发送report报文给这个地址 目的是什么 谁能收得到 首先路由器能收到吧 其余呢 该网段内所有想要加入R4.1.1.1 这个组博组的PC 他们是不是也能收到 好 那这个report报文到底能干嘛 它有两重用意 第一重用意 就是告知网段内的最后跳路器 该网段内有人想接收去往R4.1.1.1的组博流量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告诉网段内所有想要加入相同组的成员 请你们不要再发送report报文 能理解吧 关于这边呢 需要跟大家描述一下 我一台路由器发送了一个查询 给我的PC PC不是收到查询之后就立即响应一个report 而是我会在收到查询报文之后呢 在本地开启个随机计计器 这个随机计计器呢 我们称为叫做最大响应时间计计计器 这个计计计器呢 是个随机值 取值范围是一秒到十秒不等 当然了 时间要整数了 要么是一秒 要么是两秒 要么是三秒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一个网段内有多台PC 都想加入同一个组博组 当你们同时收到了查询报文之后 会导致什么 你们每台PC形成这个计计器的值 那肯定不一样是吧 总会有一些PC 优先这个计计器造期吧 而其他PC呢 稍微慢一点 那就按照我们这张图来理解吧 PC1和PC2都想加入这个组 当路由器呢 发到查询报之后 PC1开启计计器呢 是三秒 而PC2是七秒 这是我假设的 那PC1在三秒之后 这个计计器过期 我就会立即的反向通告一个什么 report报文是吧 这个报文呢 路由器R1和PC2都能收到 你PC2收到之后 会导致什么结果 会导致我立即取消 即将要发送的report报文 能理解吧 所以说呢 这个report报文的第二步是干嘛的 用来抑制该网段内 所有其他想要加入该组博组的PC 去返还什么 report报文 那这样做是不是算是个优化 能理解吧 好 这是一个优化 这是关于我们的 Igmpv1的一个家族流程 好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Igmpv1设计的家族流程呢 经过这部优化貌似而蛮优质的 那这个协议既然是版本一的 那肯定会多多少少缺陷 那缺陷在哪里 缺陷不在于计时器啊 缺陷在于一个机制 Igmpv1呢 根本没有考虑过 我们平常开启PPTV 收看一个节目 我们会永远看上去 开一会儿肯定要关了吧 或者换一个频道是吧 那我想问一下 你把PPTV关掉 或者换一个频道 这相当于什么概念 相当于是要么你不接收组博组流量 你退出一个组 要么你换一个组加了 那这我们就假定 你PC1加入了24.1.1.1 收看NBA 你NBA总会放完吧 你放完之后我就不看了呀 那我不看我要退组 那我要退组 我要怎么办 按照我们的常人的理解啊 我要退组 我有必要告诉路由器吧 说我不想再监听这个组 但是非常一看的是 我们的Igmpv1呢 没有定一个退组报文 我们把Igmpv1呢 他的理组称之为叫静悄悄的理组 这个静悄悄的理组 什么概念呢 就是当我不想要监听一个组博组地址的时候 我就什么事都不干了 那我什么事都不干了 你觉得路由器能知道吗 路由器不知道 路由器会一直认为我下游还有PC 想要监听R24.1.1吧 那这时候我收到了发网这个报 这个组博组的流量 我会继续向下游泼吧 那我泼了没人给我响应了 我什么时候能意识到这一点呢 那就取决于Igmpv1的另一个计时器了 这个计时器我们称之为叫whole time whole time已经不陌生了吧 这个计时器应该是一个什么时间的倍数 应该就是某种周期性发送的报文的时间的倍数 是吧 那这个周期就是我们的查询报文发送周期啊 在这里注意你路由器收到了一个report报文 我在这个接口绑定了一个Igmp的表象 这个表象不会永久有效 它有效的时间多长时间呢 默认值就是180秒 而180秒就是由我们这个whole time的计时 能理解吧 它就是query报文的三倍周期 我收到了report 生成一个表象 这个表象在生成开始 180秒开始倒计时 计到0怎么办 计到0 这个表象就过时了 过时就会被删除 删除掉之后我落入去意识到了 下游没有再有属于该组博组成员了 那我再次收到了发往这个组博组流量的时候 我就不会往下游泼了 那所以我基于这点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Igmpv1的离祖高不高效 完全不高效吧 从我开始离祖到真正离祖成功 最差的环境要经历180秒吧 而在这180秒内 我组博流量会不停的往下发 有没有人收啊 没有人收啊 相当于是链路带宽 被白白浪费180秒 能理解吧 我们把这种离祖呢 称之为叫Igmpv1的硬伤啊 这个硬伤导致Igmpv1 在当前业界环境中 基本不会有人使用 能理解吧 这个离祖机制太坑叠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胶片 在胶片上理解一下Igmpv1 到底咱们工作 他这边呢 画了一张跟我们类似图吧 直播路由器在下边 路由器是最后一条路由器 运行的是Igmpv1 这边呢 有三台主机 PC1 PC2 PC3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了 是吧 PC3 他发送了一个report报文 说我要加入这个组播组 这个report报文 貌似在我PC3发送之前 没有收到query吧 那这个report报文到底干嘛呢 到底干嘛呢 好注意啊 report报文呢 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呢 是充当ack 这个ack怎么理解 我路由器端 给我发送了query报文 我为了响应它 我发送report 一般用来干嘛呢 一般第一种场合 就比较凑巧了 你刚给我发query 我正好想加一个组 那这个时候 我给你发一个report 告诉你我想加这个组 而在我加组的同时 我看着电视节目 路由器是不是会 每60秒一次给我发query 问我是否还想加入这个组 那我的回答是什么 肯定是我依旧想加吧 是吧 可以作为一个交互式的 ack报文来理解 那这个时候 是否可以理解为 我想加一个组 是否是一定要先接收到 一个report报文 一个query报文 没这句话 如果我一台PC 开了一个软件 我想加一个组 博组 而在这之前 我没有收到任何的query报文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直接的主动的发送 这个report报文 能理解我第一次吧 所以说呢 第二重用意就是 主动发送 能理解吧 主动发送 我只要想加组了 我会立即发送这个报文 能理解吧 有这么概念 好 接下来看 当你H3 发送这个report报文 我路由器在这个接口 会关联一个IGMP表象吧 说了 这个网段 有人想要监听24.1.1.1 那这个时候呢 上游泼下来的组播流量 只要是发往这个组组的 我就通过这个接口 给泛红下去 嘿吧 好 接下来呢 60秒一次查询 依旧在发送 每发一次查询 只要这些PC 依旧想加这些组 都会给我回复什么 都会给我回复report吧 是吧 好 这是关于加组 接下来呢 看一下IGMP的V1的离组 这个离组 跟我说的一样吧 我们称之为叫 静悄悄的离组 这个静悄悄离组呢 假想条件就是 假设H1H2都离组 H3也离组 那这个时候路由器 是不是不知道 那我会继续不停的 周期性的发送query 三次query报文 发送完毕之后 如果依旧没有人 给我回答什么 report报文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IGMP的组表 像超时了 那我就相当是确认 离组完成 能理解吧 好 需要180秒时间 没问题吧 那当然了 由于这个坑爹的离组 当前没有人使用 是吧 那当前业界使用的是哪个 错 默认不是V3 默认使用的是VR 我们一台 基于Windows PC 当然了 苹果我不知道 最起码基于Windows PC 你不管装的是Win7 还是Win8 我只要接口 连接入网络 那我这个接口默认 开启的IGMP的版本 就是版本2 而我路由器端 不管你的LOS多高端 只要我在这个接口 我起用了PIM 我这个接口呢 它也是默认开启了 IGMPVR 对吧 我们VR和VR之间呢 彼此同性 那VR 它有一些什么属性呢 首先描述一下 VR这个协议呢 是在我们的RFC的R236定义的 这个协议呢 它相比V1呢 添加了两个新的报文 哪两个新报文呢 一个叫做指定组的查询报文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离组报文 可以吧 在这里注意啊 这个IGMPVR 其实是有四个报文的 哪四个 第一个是 组播组成员资格查询 第二个是 组播组成员资格应答 第三个叫做指定组查询 第四个叫做离组报文 可以吧 一共有这么四个报文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新的报文呢 有些什么样的用途 在描述报文的用途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IGMPVR相比V1呢 一个重大的机制的提升 这个提升就是一个 查询者的选举机制 这个查询者什么概念呢 我们来回到我们这张图啊 在我们刚才这张图中 最后一条路由器 是不是只有一台啊 那对于这样的连接好不好 容易发生单点故障是吧 你这个路由器一挂 我这PC还能不能连网啊 连不了网是吧 那一般我们的冗余性的连接是 这样连的吧 是吧 我们是这样连的吧 那你这样一连 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我上游组播流量 是不是都会这样泼下来 是吧 而你下游这两台路由器 是不是都会通过接口 发送周期性的快速报文啊 我想问啊 你两台路由器一起发查询 跟你一台路由器发查询 没有什么区别 你查询包是发给R24.0.0.1的吧 你一台发了 我下游如果有PC 想要加入组播组 我给你report吧 而你两台发呢 你下游PC想加组 还是给你回一个report 你不想加呢 你还是什么都不会吧 你首先对于PC而言 你路由器不管发几份查询 对他们来说意义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就假定你两份都发了 你两份都发了 你PC发送report 是把RER2都收到了 那你RER2都收到了 你们是不是都会关于这个下游接口 生成我们的IGMP的组表像 好 这一生成会导致什么问题 你上游泼下来组播流量 我这两台路由器 是不是都会向下游网的转发 那这导致什么危险的问题发生 就是我们的重复报文吧 是吧 那所以说 我们可以清晰理解到 你即便部署了冗余 你最后一条路由器有多台 那这个时候 发送查询 以及向下游转发组播流量的 永远只有一台吧 那到底是哪台发呢 IGMPV2的定义了 你如果一个网段 有多台最后跳路由器 我们首先呢 会在所有路由器之间 选举一个查询者 这个查询者路由器 会周期性的发送 Quarrer报文 并且由查询者路由器 将上游发下来组播流量 转发给我们的下游网段PC 能理解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 这个查询者怎么选 查询者怎么选 我们来看胶片吧 查询者说了 他还没说啊 那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查询者的选举机制呢 直接比的就是路由器连接 下游网段接口的IP地址 谁的IP地址想 谁就成为查询者 比较最后一跳 路由器 连接下游网段的接口的IP地址 谁的地址想 谁就充当查询者 可以吧 好 那现在问题又来了 我连接一个网段的最后条路由器 如果有多台 我怎么知道 我的其他的邻居路由器 他的接口地址是什么 我们肯定得要先交互一个报文 才能得知对方接口IP地址吧 是吧 那交互什么报文呢 交互的就是第一份查询报文 能理解吧 当你有多台路由器呢 连接到同一个网段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发送第一份查询报文 来选出这个查询者 一旦查询者选出了 那就只有查询者会周期性的发送什么 快速报文 并且只有查询者会把上游发下来 阻拨流量向下游转发 而非查询者是什么 仅仅仅可以理解为是一台备份路由器吧 那备份路由器 这个备份量子怎么理解 我有理由监控这个查询者的状态吧 只要查询者一到 我就能够成为新的查询者了吧 那我怎样检测查询者状态呢 首先我快速周期发的吧 在这里呢 提到了IGMP的第三个计时器了 第三个计时器就是查询者超时计时器 这个计时器是我们查询周期的两倍 120秒 如果我一个备份查询者 在120秒内没有收到查询者发送快速报文 我会立即意识到查询者到了 那这个时候 我还会通过最小IP地址选举来查看 我能不能成为查询者 如果我成为了新的查询者怎么办 我就会充当查询者周期性的发送快速 以及向下游转发什么 祖博流量 能理解吧 好 这个查询者机制呢 还是比较经典的 那接下来基于这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了 哎 貌似在IGMPV1中 我们没有定义这个查询者的概念 那你在IGMPV1中 是否可以理解为 无法阻止我们的重复报文了 啊 如果你在IGMPV1中 连接最后一个网段的 最后跳楼器有多台 我没查询者选举原则啊 那我肯定是都发 我们的快速报文吧 那怎么搞 那不就是重复报文了吗 是吧 好 再注意啊 你数据层面搞不定的活 所有的都可以交给我们的控制层面 我们不是说了吗 你这个接口想发送IGMP的query 需要启用什么 启用我们的组波动态落选的协议吧 也就是我们的PIM 当我们启用了PIM之后 如果你IGMP 启用的版本是V1 那这个时候呢 我PIM可以使用一个DR的机制 来充当我们查询者 能理解吧 这个DR呢 就是我们OSPFDR 我们称之为要指定漏路器 我们IGMP搞不定的都可以使用PIM的DR来搞定 在这里注意啊 我们的PIM在MA网段内建邻居的时候 也会优先的选举一个DR DR呢 每一个MA网段只有一个 如果这个时候路由器运行的还是IGMPV1 而我们就会使用PIM的DR呢 来充当我们的查询者 当然了 关于DR的选举呢 在我们讲到PIM的时候 慢慢谈 好吧 在这里注意就是说 当使用IGMPV1的时候 大家不要怕 不会有重复报文 PIM的DR解决一切 可以吧 好 接下来关于IGMPV2呢 我们继续谈啊 继续谈 看一下报文的封装 封装是一样的 但是载荷呢 有了一些区别 首先第一个区别就是 类型字段值变长了吧 变成7比特 里面呢 添加了一些什么 新的报文的描述吧 是吧 接下来呢 这一个字段 不再被保留了吧 我们称之为叫 Max Response Time 这是什么 这是我之前说的最大响应时间吧 这个最大响应时间 是不是 IGMPV1也有了 取值范围是 1到10秒不等 是吧 但是IGMPV1 这个最大响应时间 取的值都是整数秒吧 IGMPV2呢 相当于对这个值做了一个优化 做了一个细化 我这个值呢 取值范围还是1到10秒 能理解吧 而这个时候呢 我随机取的值呢 未必就是一个整数秒 可以是个小数秒 比如说 我一台路由器收到了一个 IGMP的 宽尔报文 我呢 形成的这个随机计计器的值 可能是5.3秒啊 可能是4.7秒啊 可能是7.2秒啊 等等这样的非整数的秒数值 能理解吧 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更加能够区分谁会先响应什么 report吧 那谁先响应的report 就会抑制什么 同组的其他成员发送report报文吧 是吧 相当于对于IGMPV1呢 做了一个优化 接下来呢 还是我们的教员和 没得谈吧 最下面呢 还有一个组博组地址 这个也没得谈 对吧 好 接下来看一下 IGMPV2的流程吧 首先呢 在这个环境中 最后一条路由器有两台吧 一个是RA 一个是RB 这是他们俩的IP地址 好 基于我们对查询者的选举的概念 谁成为查询者 RB还是RA 比IP地址啊 谁小 谁成为查询者 所以说呢 是RA成为查询者 但成为查询者之前呢 两台路由器都要怎么着啊 都要先首先发一份 carry报文是吧 你不发行不行啊 你不发 我都不知道我邻居地址 我怎么选 我肯定要知道 怎么选吧 是吧 选出来之后怎么办 选出来之后 我就是carry啊 我开始周期性的发送是吧 组播组成员资格查询 好 接下来看一下 加组 我发了查询 有人给我回复report 我就加组了 这个加组跟IGMP 唯一没有任何区别 我加组的同时 也抑制了什么 想要加入相同组的网段内的其他PC 发送了什么 report发文吧 是吧 好 等加组完成之后 我一样会显示这么一个IGMP的表象吧 这个表象能看懂吗 这是下游PC想加入的组播组吧 这是关联的我连接下游网段接口啊 是吧 这个呢 表象多长时间过期吧 最后一个通告者的IP地址是什么吧 是吧 这个表象 默认保存时间 180秒 对吧 好 继续 接下来重点看一下 IGMP 这个离组呢 相比我们的IGMP V1呢 要绚丽很多了 刚刚我们说了 IGMP V2不是新加两个报文吗 一个叫指定组查询报文 一个叫离组报文 那既然有离组报文 我们可以知道 IGMP V2的离组肯定不在是静悄悄的吧 是吧 好 我们假定 这个时候该组内呢 有三台PC 对吧 其中呢 PC1 发送了一个离组报文 给我们这台卢器 那我想问了 这个离组报文 该怎么发 原地址应该是什么 原地址就是 PC1的IP地址了 是吧 目的地址呢 好 先不管目的地址 先管我们的IGMP 载盒中的组地址 组地址肯定是 我想要离的组吧 24.1.1.1 那现在问一下 这个离组报文的 目的IP地址 应该是什么地址 还是三个答案 A R4.0.0.1 B R4.0.0.2 C R4.1.1.1 应该是哪 你们来自己判断一下 那答案 那答案 交易篇不都写了吗 R4.0.0.2 你看哪 那1.1.1 好 问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R4.0.2 为什么 不是R4.1.1.1 那我就问了 你家组的时候 发轨 泡的报文 我发给1.1.1 为的是 抑制 其他PC 发送 而你离组 你离组 你离你自己的 跟你其他的网段 内的PC 有没有关联 没任何关联 所以这时候 离组报文 只要发给路由器就可以 没问题吧 这是我们的离组报文封装 能理解吧 好 那接下来问大家 如果你们是路由器 你们收到了一个离组报文 你们第一个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你们第一个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我就特别担心啊 我担心这个组内 有没有其他人吧 是吧 如果没人了 我再往这个网段发报文 是不是就浪费带宽了 是吧 那这个时候 你觉得路由器 担心这一点 他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证实 发报文 发什么报文 确认到 应该是再发一个查询报文吧 而这个查询报文还能不能是原始的查询报文 能不能是原始的查询报文 不能啊 因为原始查询报文发给PC之后 即便有人要加组 有人继续在组中 我回复的响应 有可能最长的时间是10秒吧 是吧 10秒会导致什么结果 10秒可能会导致在这10秒内 我这个组播流量会继续往这个网段内发吧 浪费我带宽吧 所以这种注意啊 你路由器收到了一个离组报文 我会立即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把我这个接口所关联的这个IGMP表象超时时间 从180秒 缩短到2秒 第二件事 通过这个接口 发送一个指定组查询报文 这个指定组查询报文发给哪里的 目的IP地址肯定就是R4.1.1.1 组地址呢 也是R4.1.1.1 因为刚才有人离了这个组嘛 那现在我就要基于这个组问 组里面还有谁 而PC收到了这个指定组查询之后啊 我不可能再开启一个10秒倒计时计时器了 我会开启一个2秒的随机计时器 我一定要在2秒之内 给我路由器做一个响应 如果我做了 路由器会继续怎么着 把这个表象恢复成超时时间180秒 如果2秒内我没有收到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表象给丢弃掉 那这个时候离组就完成了 那我想问一下 IGMPV2的离组相比V1好还是不好 那简直好成马了吧 是吧 最多只会浪费2秒钟带宽吧 是吧 而V1呢是180秒 是吧 没有问题吧 这个能理解吧 好 这就是IGMPV2的离组 这个离组呢 相比我们的V1呢 它简直好处多多啊 那当然了 V1和V2呢 是我们重点研究的 那接下来呢 关于V1和V2呢 我们来通过一个实验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IGMP该怎样去测试 它太不够面子了 我们用真机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能用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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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把图给他画一下 图呢很简单 卡的不动了 谁在下血雷啊 啊 待会儿咱把IP重启一下 你们先听听声音吧好吧 反而有视频吗 无所谓了 这边呢我们假定 环境是这样的 这边呢有一台R1 这边呢有一台R2 我们上游呢连了组播组的发送服务器 然后呢下面接口F0-0 R2呢也是F0-0 连接我们一个网段 这个网段内呢有一台PC3 耶 抗爹 这边有一台PC3 PC3呢想加入R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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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做一下 好,我们来做一下 好,我们来做一下 switch1怎么换了 这是什么换 等一下 这是switch1 R1我们配这一下 我们在PC上呢 就把他的路由选择功能给端了 好 接下来拼一下直连 拼123.1.1 没拼通 我们来收一下 接口是up的 好 接口了 好 接口了 我们再来拼一下 好 通了 好 都通了 好 接下来呢 通了之后呢 我们来模拟一下 R1号R怎样成为我们的一个 组波的路由器 我们说过四颗路由器呢 默认基于什么 IPV4的单波做路由是吧 但是对于IPV4的组波呢 我默认不做路由是吧 所以说呢 想要让R1 R2成为基于IPV4的组波路由器 前提条件第一点就是 让R1号R2能够开启基于IPV4的组波路由器的功能 可以吧 那这个呢 是要通过一条命令实现的 命令就是全局配置模式 IP Maticast Routing 可以吧 使用这条命令 把这台路由器呢 开启为一台 基于IPV4的组波路由器 可以吧 R2也一样 IPMaticast Routing 就跟我们的IPRouting是一样的嘛 IPRouting开启的是什么 是基于IPV4单波的嘛 是吧 这个CAD是组波的 好 当然这一步还不够啊 这一步做完之后 仅仅是让R1和R2呢 拥有运行组波路由器的协议的能力 是吧 接下来我希望通过这个接口 周期性的发送Query 需要准备 还需要通过一条命令啊 哪条命令 看好命令啊 叫做IP PIM 后面呢 随便指定一个模式 随便指定一个模式 比如说 Space Mode 可以吧 随便启用某种PIM的模式 这个模式呢 咱们稍后讲了 R2呢 咱也启用 IPPIM Space Mode 可以吧 接下来呢 R1 我们来售一下 怎样售这个接口的 IGMP相关的信息 很重要 售IP IGMP Interface FA0.0 好 我们来解读一下 有哪些信息 首先呢 这个接口的IP地址 IGMP是否开启 当前的主机使用的IGMP的版本 我说的吧 More版本2吧 你路由器接口的版本呢 应该是版本2吧 我们的query包 60秒一次 查询者超时时间 120秒 没得说啊 然后呢 最大响应时间 10秒 可以吧 好 看这里啊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PIM的DR吧 而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IGMPVR 选举的指定路由器 能理解吧 不是指定路由器啊 叫查询者 那这个查询者 R1和R2 那肯定应该是R1充当吧 原因是什么 R1地址比R2小吗 没问题吧 这都能看懂吧 是吧 而当前呢 这个接口关联的组就是 R4.0.1.40 在这里注意啊 关于任何其他的组博组呢 我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 但是直到现在为止 有两个组博组 大家看到直接就无视就可以了 一个组博组是R4.0.1.40 还有一个是R4.0.1.39 只要看到他们 直接看了都没看到 能理解吧 这两个组博组 一直我只能现在跟他们提 只要你在斯科路 就想启用PIM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自动监听这两个组博组 不是监听这两个 是监听确切说点40 而R4.39呢 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监听的 而这两个组博组地址呢 跟我们现在的内容 没有任何的关联 能理解吧 只要看这个表现 直接无视 没问题吧 到接下来说一下 怎样显示我们接口 关联的IGMP组呢 说这条名 说IP IGMP グループ 是吧 现在除了这个组博组之外 其他的组博组没有关系 我没有什么 关联是吧 代表什么 此时PC3 还没有 还没有加入某个组博组啊 那我希望PC3加速怎么加 对于真实的PC很简单吧 你开一个小软件 是不是就OK了 那对于路口器呢 稍微复杂一点 看一下怎么加 好 进入我们的接口 看好命令啊 IP IGMP Join Group 要加哪个组呢 咱们就加24.1.1.1吧 可以吧 使用这条命令 来让我这个接口 加入一个组博组地址 那这个时候PC3会发什么了 组博组成员资格通告了吧 是吧 这个通告 R1和R2是不能收到 那现在我们在R1R2上再看一下 showIPIGMP Group 哎 我发现什么 这个接口还关联了 1.1.1了吧 报文谁发的 report 2的报文是 点3给我发的吧 是吧 是不是就PC3 没问题吧 R2呢 R2虽然不是查询者 但是 我也会包含这个表象吧 只不过由于我不是查询者 我不会向下游转发 发往这个组博组流量而已 能理解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 基于IGMP的离组吧 这个离组怎么离啊 那就太easy了 你直接在PC3上 怎么着 把我们刚才命令给弄了出去玩了 是吧 好 但是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要开启一些信息 login了 login buffer 4094 login buffer 直接回车 这个login buffer 什么意思呢 我由于在机架上 我不可能实时看到 每台路由器的日志信息 是吧 我开了debug 跟没开一样 为什么 看不到 而这个时候 我把我的login信息呢 缓存一份 缓存在我路由器内存里面 那待会我直接设我这个buffer 我就能看到我的日志 能理解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开启debug r1 debug ip igmp r debug ip igmp r3 debug ip igmp 好 接下来进入接口 noip igmp join group r4.1.1.1 好 立竿建议 立竿建议 好 先看r3 show login 当我敲了离祖之后 我发什么报道 啊 这你没 这日志还没给我记录下 show login history 这还没给我记录下 等一下 咱们重新来一遍 我刚刚忘记加个参数了 多开几个标签 开不了 我也想开 想开的话我也不用这么烦了 是吧 好 login buffer 咱们加一个debugging吧 加一个debugging 然后呢 login buffer 缓存 4096 后面呢 叫做debugging r1 blogging buffer debugging r2 blogging buffer debugging 好吧 接下来我再次开启 debug debug ip igmp debug ip igmp pc3 debug ip igmp interface sfa的0 sfa的0 立记 no ip igmp join group 好 非常的给力 接下来直接关了 直接关了 好 接下来先打R3上show一下show login 好看到没有 我监测到了这么几个报文吧 在我在家组的时候我发送了什么 igmp v2的report报文吧 是吧 发往这个组博组 当我把这个命令给弄掉怎么办 我本地立即把这个igmp的组表赞给删了吧 然后呢 我发送了一个离组报文 是吧 关于这个组博组的 说我要离组 那接下来 R1和R2呢 R1和R2肯定收到了吧 show login 内容还挺多的是吧 那看这里 是吧 我从123.1.1.3收到了这个离组报文 他想离开R4.1.1.1 然后我干了什么事情 我把这个组表向的超时时间降到2000毫秒 是不是就两秒 是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立即发送了什么 指定组查询吧 发给R4.1.1 然后呢 没人屌我 两秒之后这个表向 我就删除掉了 是不是离组就完成了 没问题吧 那当然了 你在R2上应该能看到相同的信息啊 可以吧 好 这就是igmp的V1和V2 没问题吧 好 歇会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Igmp V3 这个V1和V2没问题吧 V2呢 是当前使用的比较常见的一个版本 那接下来看V3 首先呢 V3 它这个载核呢 相比V1和V2呢 有很重大的改变 这改变了哪里呢 首先变成了很多是吧 其中呢 包含了一大堆的原地址 这个原地址呢 咱们先提要 现在大家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来讲那个232这个 组波组地址段的概念 这个地址段是什么概念 这个地址段是什么概念 这个地址段是什么属性啊 这个地址段是什么属性啊 这个地址段 232呢 我们称为叫做SSM范围吧 是吧 好 SSM什么意思啊 指令元祖波吧 在这里注意啊 你一台PC呢 如果你运行是IGMPV1和IGMPV2 我只有能力实现什么呢 我只有能力实现 当我想要加入一个祖波组的时候 我把这个信息告诉罗奇 就这么简单 而至于我接收到的发往 这个祖波组的流量 是由哪台祖波组信员给我发的 我就无法决定了 能理解吧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要求高一点 我希望我PC呢 不但要强调我要加入哪个祖波组 我还要强调 我希望接收哪个服务器给我发送的报文 那这个时候呢 使用V1和V2呢 是实现不了的 我们必须使用IGMPV3 这个IGMPV3呢 在我发送的report报文中呢 我可以包含了一系列的原地址 这个原地址应该是吧 应该就是祖波组服务器信源的IP地址吧 是吧 我通过发送这种带有原地址的祖波组成员资格通告 来告知路伍器 我要加入哪个祖波组 并且我期望接收哪个原服务器 给我发送祖波流量 能理解吧 那基于这一点 如果我们在最后一条网段里面呢 运行的是IGMPV3 而且在我们的中间的第二块里面 路由器之间呢 运行的是SSM的PIM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告诉我们的PC 你不但可以加入一个祖波组 你可以成功的接收到哪台服务器 给你发送流量 能理解吧 那由于SSM呢 在我们这些课中不是重点啊 所以说呢 这个IGMPV3呢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下 那关于我们的IGMPV3怎样启用 这个呢 是有必要给大家提的 IGMPV3呢 启用命令非常简单 路由器端启用 就是在我们的接口上 IP IGMP Version 后面呢 默认是吗 默认是2吧 现在开为3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 建议 你如果在一台上开了 所有路由器上都开吧 是吧 PC呢 也不例外 黑了 这就是IGMP的单本 没问题吧 那关于IGMP呢 最基础内容就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组波架构的 最后一个环境 是吧 在这个最后一个环境中 我们的逻辑拓步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想问一下 物理拓步应该是什么样的 你能不能是一台路由器 直接连接我们多台PC啊 你不可能连的吧 那我中间应该省略一台设备吧 省略什么设备 交换机是吧 好 接下来关于交换机 我们来问一下 交换机这样的二层设备 我收到了 组波或广播报文之后 会怎么办 我会泛红是吧 尾赖内泛红吗 昂东先生问了 现在三台PC 都属于尾赖100 这个时候 只有PC1 希望加入R4 点1点1点1 那这个时候 路由器收到了上游发过来的 发往这个祖波组地址 祖波流量 当我通过这个接口呢 把祖波流量泼下去之后 流量到达交换机 交换机会怎么办 一定会泛红吧 原因很简单吧 交换机的看表中 能不能学到祖波的看表象 学不到是吧 那这个时候 我自然而然只能够泛红了吧 是吧 那我想问了 你这个时候 祖波跟广播还有区别吗 没区别吧 你只有PC1 想接收这个祖波组地址 李佐当然优化的方法是 只把流量发给他吧 而你PC2 PC3 你不想加这个组 而由于我的泛红机制 导致我不想加 我也会收到流量 虽然我收到 我们直接丢弃 但我丢弃报文 是不是也需要CPU资源 并且我这段内容带宽 是不是也得浪费了 那怎样做 能够优化我们最后一段的 祖波发送 在研究这个之前呢 我们现在研究这么一个概念 在祖波环境中 在这个最后一段的网段环境中 我们发送祖波流量 除了三层爆头之外 是不是还要添加一个 以太网针头 这个以太网针头 包含什么 原木麦地址吧 是吧 我们在这个以太网环境中 发送单波 可以通过ARP 来把我们的目的IP 解析到目的Mac 实现我们的常规封装是吧 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的 不再是单波了 我发的是祖波 我能不能通过ARP 来解析一个祖波的IP地址 到达它的祖波音色 为什么不能解析 原因很简单吧 ARP解析单波 为什么能解析 原因是我PC能够配置个单波IP地址吗 而你PC能不能配置祖波IP地址 你配不了吧 所以说我通过ARP 解析不到祖波IP地址 对应的祖波Mac地址 而这个时候 我在以太网环境中 真还是要发了吧 我二层目的Mac地址 还是要填的吧 那我怎么填呢 我填为什么地址 缺省地址 什么叫缺省地址 我听不懂 我肯定一个祖波IP 要到达一个祖波Mac 有一个映射吧 那这个映射 既然不能够通过动态映射实现 我们能不能官方的定一个静态映射 能吗 我可以官方定一个静态映射吧 是吧 好那这样我们看一下 这个静态映射 我们该怎样定 我们该怎样定义这个静态的祖波Mac到静态的祖波IP的这名音色 那首先呢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们的祖波IP地址 一共有多少个 2的28次方个是吧 只有前四位是1110是吧 后面28位你都可以认一遍 那为了实现 那为了实现祖波IP到达祖波Mac的一应色 那问问题了 你要向RNA购买Mac地址吧 这个Mac地址你在买的时候需要购买多少个OUI 你需要购买多少个OUI 才可以实现祖波IP到祖波Mac的一应色 需要买多少个 那首先提一下 什么叫OUI啊 Mac地址的前24位叫OUI吧 是吧 你购买Mac地址的时候 一买就是买一个OUI嘛 那你为了实现这个一应色 你要买多少个OUI 你买一个OUI可用的Mac地址是 2的24次方个吧 你用2的28次方去比这个值 得到什么 底数不变 指数相减是吧 又是一个小学数学啊 得到值是2的4次方吧 啊 这个值段 是不是16个 所以说你真的要实现祖波IP到祖波Mac的一应色 我们需要购买16个OUI 好 当时一个OUI就是1000美元 你需要花16000美元去购买这么多OUI 但是非常遗憾啊 当时在研究祖波IP到祖波应社 祖波Mac地应社的这个研究生呢 他是一个博士 他们这个部门呢 相当于学校里面这个学院呢 比较穷 他们的导师呢 在让他做这个课题的时候 由于经费有限啊 只有500美元 那怎么办呢 他就联合了另一个组 一起 一人出一半 花了1000美元 买了一个OUI 给这个博士生的分了一半 而这个OUI呢 就是我们经典的 01005亿 在这里注意啊 01005亿开头的 就是我们的祖波Mac地址 可以吧 但是这个祖波Mac地址 由于他只买了半个OUI是吧 这半个OUI代表什么意思啊 代表这OUI的第25位 永远为0 或永远为1 而那个博士生呢 拿到的是永远为0的这个地址 能理解吧 那所以说我们的祖波Mac 到祖波IP的映射 是怎么映射的 首先肯定知道的是 多个祖波IP 映射到同一个祖波Mac是吧 并且这个映射的比是吗 32 比1吧 32个祖波IP地址 映射到了同一个祖波Mac地址 那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心一下 这个映射是怎么映射 你这个祖波IP地址 我们呢 提取这个地址的后23位 后23位那边呢 就是从第二段的 左手起第二笔特开始提取吧 一直提到什么 最后一段的最后一笔特吧 这么23位提取出来 这个值呢 把它转换成16金字 然后呢 直接填充在我们的Mac地址呢 后23位 那Mac地址前25位呢 前24位是01005亿是吧 第25位的值为0 这就是我们的祖波IP 到祖波Mac的映射 非常非常简单 没问题吧 就是这么映的 而这个映射之所以32比1 为什么呢 原因是我祖波IP的前五位 是不是可以变化 是吧 前五位 就是从第一段的第五位 到第二段的第一位了 是不是正好五位啊 这五位不管你怎么变 我们映射到的Mac地址 是不是都一样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32比1映射 是一个不精确的映射 能理解吧 在这里注意 祖波Mac地址到IPV4的祖波IP的映射呢 是32比1 映射的法则就是提取祖波IP地址的后23位 映射到Mac地址的后23位 并且呢 前25位中 前24位是010051 第25位的值为0 能理解吧 非常简单的映射 那接下来呢 知道这个祖波的Mac地址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样能够在我们的以探网环境中 让我们祖波流量传递的时候 稍微的优化一些 这边呢会给大家提到两个机制 我们不是说了吗 你交换机收到祖波流量 由于我看表中查不到表象是吧 我只会给你乱泛红 那大家觉得怎样能让交换机不泛红啊 那不泛红的方法是不是只有一个啊 你只要有相应的祖波Mac表象 我就不泛红了 是吧 那怎样让你有表象呢 这边可以通过两种机制 来让我们的交换机 拥有祖波相对应的表象 第一个机制就是我们的CGMP CGMP的全称叫Cisco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叫做思科的组管理协议 这个协议呢 是一个思科的私有标准 只能在思科比较老期的交换机上使用 而第二个标准呢 就是我们的IGMP的Snooping 这个Snooping什么意思 Snooping什么意思 不要翻译成Snoopy啊 Snooping多种解释啊 有的翻译成偷窥 有的翻译成窥探 有的翻译成嗅探 那在这里面呢 你们不要把它翻译成叫IGMP偷窥啊 你翻译成叫IGMP的窥探就可以 没问题吧 这个呢是一个业界标准机制 所有厂商交换机呢都能够支持 在这边呢 你在一台思科交换机上 要么开启CGMP 要么开启IGMP Snooping 来优化我们的最后这一块的组波流量 可以吧 好在这里注意啊 我们思科交换机呢还比较诡异啊 你在有些交换机平台上 你只能启用CGMP 你在有些交换机平台上呢 你只能启用IGMP Snooping 那具体的型号呢 给大家报一下 思科比较经典的早期的交换机 我们的4000系列 我们的5000系列 以及我们的29系列 这些纯二层交换机呢 他们只能够启用CGMP 这些呢都是思科比较老的交换机 而比较新型的交换机呢 从2950开始 2960 2970 以及3550 3560 3750 3750 4500 6500 以及 Nexus 7000系列 这些较为高端的交换机上呢 都可以启用 IGMP Snooping 如果你交换机能启用IGMP Snooping 你就启不了CGMP 如果你能启CGMP 你就启不了IGMP Snooping 当然了 这两个机制都过时了 在新版的交换机上 一个真正给力的机制呢 叫IGMP的Proxy 叫IGMP的代理 给大家提一下 有这么一个概念 现在呢 业界环境中 我们一般使用的公有的标准 就是IGMP Proxy 反正三个协议呢 基本的目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协议的运动细节是不太一样的 可以吧 当然了Proxy呢 我们这个交换机不太给力啊 起不了 只有四五系列 以及以上型号交换机可以起用 所以说呢 这节课呢 我们就重点的研究 这两个机制 可以吧 好 那先从简单的来吧 CGMP 这个CGMP协议呢 运作哪里呢 运作在 就是我们的最下游这个段吧 这个协议呢 是一个CS模型架构的协议 那首先呢 我们先要搞清楚啊 C是谁 C是谁 C是路由器啊 PC啊 C是交换机啊 S呢 S是我们的路由器 可以吧 想要启用CGMP呢 一定要在交换机和路由器之上 同时启用 我们之间呢 只要一起启用了CGMP 之间呢 会建立一个基于CGMP的临阶关系 等这个临阶关系建立完毕之后 那这个时候 我们之间呢 就可以通过CGMP的报文呢 实现一些特性啊 这个特性我们来看一下 实现什么 我们PC 假定啊 是PCA 你是不是想加入一个组博组啊 我们假定你想加入的是 R4 点1点1点1 对吧 你如果想要加入组博组 你PC会发什么 会发什么报文 会发 IGMP的 Membership Report报文是吧 这个报文怎么封装的 这个报文怎么封装的 应该这么封装的吧 IGMP的 载盒 前端呢 UDP IP啊 再前端呢 以太网的针头 最后是FCS 接下来着重的研究 三个层次里面的原木地址信息 首先是以太网针头的 原Mac是什么 原Mac就是 PCA的单波Mac地址吧 是吧 就是A的Mac 我们把这个地址呢 称为叫做USA 不要翻译成美国 叫UniCast South Address 叫单波的原地址 可以吧 目的Mac呢 目的Mac是吗 算一下 0100 5亿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5亿01吧 然后呢 是不是01啊 后23位啊 后23位什么 这是几位啊 巴比特吧 这个呢 巴比特吧 这个是不是也是巴比特 是不是就5101啊 01 01 这是不就我对应的Mac地址 是吧 好 在这里注意啊 我们把这个地址呢 也添加一个描述 这个描述我们称之为叫GDA GDA叫做Group Destination Address 叫做组目标地址 没有问题吧 好 在这里注意啊 当我这个Report报文呢 发送给路由器的时候 路由器呢 就会截获这个Report报文 这个Report报文呢 它会截获哪些信息呢 就是截获这个USA信息 以及这个GDA信息 它会把这个信息呢 打成一个CGMP的通告报文 这个报文呢 直接发送给我们的交换机 交换机收到这个CGMP的通告 会怎么办呢 会在它本地的CGMP Snooping中呢 添加一个表象 CGMP Snooping表象中 添加这个表象 这个表象添加什么呢 会把这个PC的Mac地址 和这个组播组的Mac地址 作为一个关联 而PC的原Mac地址 对于交换机而言 熟不熟 我肯定熟吧 我看表中 能不能知道 通过哪个接口发包 能发给这个PC的 是吧 肯定要关联一个接口吧 那我进一步的 再把这个PC连接的接口 和这个组Mac地址 作为关联 那接下来 路由器 只要收到了上游 发下来什么 组播流量之后 这些流量 不管你怎么发 都会在我的针头中 添加一个目的Mac地址吧 我交换机只要收到了 这个组播的Mac地址 针 我会直接查看 我的CGMP表象 来看 是否包含 这个Mac地址 到达下游接口的印象 如果有 我就直接使用这个表象 来把这个针呢 复制成若干分 通过什么 相应的接口 发送给这个组的成员 能理解吧 这就是CGMP的 一个简单的运作 再次提一下 路由器和交换机之间 运行了CGMP之后 我们之间呢 会建立一个 CGMP的临结关系 当一台PC 想要加入一个组播组 我会发送report报文 路由器呢 截获report报文 提取里面的USA字段 以及GDA字段 打包 发送给我们的交换机 交换机收到之后 先会在我们的CGMP表象中呢 添加这么一个字段 这个字段呢 会包含什么 PCA的原麦地址 以及他所属的 这个组播组 当然了 这个组播组 是以二层形式描述的吧 而接下来呢 交换机会进一步的 把这个PCA的麦地址 转换成我本地 连接它接口 形成我的真正的什么 CGMP的转发表象是吧 那接下来 只要我路由器 向下游转发 去往这个组播组报文 我交换机呢 就会基于这个成员的 接口连接 把这个报文呢 发送给相应的属于该组成员 能理解吧 好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机制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 这个机制 对交换机有没有要求 需不需要交换机 拆封数据包的三层包包 不需要吧 我依旧只需要查看二层信息 对交换机的CPU资源的要求 不是很高 以及功能性的要求 也基本没有什么 是吧 但是这个机制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缺陷 那缺陷是相当大 你交换机截获的什么地址 是祖博Mac地址是吧 而我祖博IP到祖博Mac 是32比1的映射是吧 那这个时候假定了 我路由器向下游发送的是 239.1.1.1的祖博报文 那这个时候交换机怎么办 它能不能区分239.1.1.1和24.1.1 我区分不了是吧 所以可能会导致什么 导致我收到去往不同祖博组的流量 我一样会按照错误的表象去帮你转发 能理解吧 那基于这一点 大家觉得CGMP好不好 相当的不好 再加上它还只是一个思科的业界标准 基本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中 没有人会使用这个机制 可以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比较给力的 曾经给力的机制 这个机制就是我们的IGMP的Snooping 这个IGMP的Snooping呢 首先架构上跟我们的CGMP呢 已经差距很大了 它不是一个CS模型架构 它仅仅只需要在一台式盘运行 那在哪台式盘运行 那肯定就是在我们的交换机上运行 是吧 在我们交换机上运行 IGMPSnooping之后 我们能实现什么呢 我们能让这个交换机变得非常非常 像变魔术一样的给力 你在启用这个机制之前 默认情况 交换机收到报文 拆包 只会拆到第一层 只能拆二层是吧 我只识别二层信息嘛 当你开启这个信息之后 我不但能拆二层 我还能拆三层 能理解吧 还是那个例子 你PCA要加入R4.1.1.1这个组博组 你会发送我们的report报文是吧 这个report报文呢 到达交换机 交换机会立即截获你report报文 截获就干嘛呢 他这时候不再截获你的USA和GDA了 他截获的是你报文的三层封装中的原木IP地址 我们知道原IP地址肯定是谁啊 肯定是PCA的吧 而目的IP地址呢 是不是跟我要加入的组地址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R4.1.1.1 接下来这个报文是不是肯定要通过交换机的一个接口进入啊 我交换机截获这report报文之后 我就会把这个IP报头的目的IP地址和这个接收接口做一个绑定 放到一个表中 哪个表 就是我们的IGNP的snooping表 这个表中就关联 我如果收到了发往R4.1.1.1的报文的时候 我通过报文 把这个报文通过哪个接口 发下去 能理解吧 形成这么一个绑定 那接下来呢 我再把这个报文呢 转发给路由器 路由器收到report 开始向下有转发干嘛 组播流量 我交换机收到 直接查看IGNPsnooping表象 根据我对应的表性接口 把报文怎么着 发送下去 那当然了 这个查表之前 我交换机拆包是不是也要拆到三层 所以说这个机制相比CGMP 它的优点是 绝对不会再产生任何的不清晰的这种 相当于是映射吧 是吧 因为我的映射是三层的映射吧 我直接截获就是你三层的组播组地址吧 是吧 不可能说什么三事比一样 这是第一点 好处 那略是 我强制要你一台二层设备拆三层的报头 那会导致什么 你想贵的信都有了 你对于二层交换机要拆你三层报头 直接使用CPU资源 能理解吧 对于哪些设备呢 对于我们的2950 对于我们的2960 对于我们的2970 包括我们的尾三层交换机 350 你在这些交换机上 开启IGNPsnooping 你每拆一个三层报头 都是使用CPU 使用CPU会导致什么 首先你转发会狂慢无比吧 是吧 网桥为什么慢 网桥转发报文查 二层针头都是使用CPU 而你交换机查三层报头 也需要使用CPU 延迟变大了 并且你CPU资源 大量浪费是吧 所以说你在实验室环境中 部署还没有问题 你在生产环境中 千万别这样 能理解吧 一般情况建议什么样的交换机 开启IGNPsnooping 真正的纯三层交换机 对于思科的产品线就是 3560以上的交换机 这些交换机 你拆三层报头 一样是使用SS 首先转发无延迟 并且不需要CPU资源 能理解吧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你要使用IGNPsnooping 你就不要心疼你的交换机 因为你有二层肯定管 你建议使用什么 三层 能理解了 再加上这个机制是一个业界标准 所有厂商都能识别 所以说呢 使用的比较广泛 嘿吧 接下来呢 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演示一下 IGNPsnooping 怎么配 到我们的Switch E上 首先先show一把 show IP IGNP Snooping 基于我们的表现 我想问大家 默认情况一台交换机 关于所有伟赖 IGNP Snooping 有没有开启啊 注意啊 只要你一台思科交换机 支持IGNP Snooping 默认呢 这个就是开启的 能理解吧 那你想关闭怎么办 No IP IGNP Snooping 就可以了 使用这条命令之后 立马关了 show命令就是show IP IGNP Snooping 可以吧 全部disable 没问题吧 那你想要再次开启呢 就是IP IGNP Snooping 可以吧 很简单吧 就这么一条开启命令 那你想要show表象呢 我让我们的PC3 重新加组 IP IGNP Jurn Group R4.1.1.1 那这个时候 我Switch1肯定截获得了吧 怎么show啊 show IP IGNP的Snooping 后面加什么呢 加上一个 Group 可以吧 诶 诶 不是DT 应该是show IGMP 那不是 show IP IGMP Snooping 后面跟的是 应该就是group 呀 Group居然没有 这你妹坑爹了 你到底有没有加这个表象 我们来show一下 show IP IGMP show IP IGMP Group 加了呀 啊 我明白了 我们刚刚请的是IGMP V3啊 IP IGMP Varant2 改回版本2 IP IGMP Varant2 IP IGMP Varant2 可以吧 我们回到交换机上再show一下 show IP IGMP Snooping Group 是吧 显示出来了吧 这时候 我的R4.1.1.1 关联哪个接口啊 关联了FA0-1 0-2和0-3吧 那这个时候 我收到了发网 这个组播组的流量 我转发给谁 我就转发给这三个接口 能理解吧 相当于是对我们的祖播流量传递 做一个优化 好 当然了 CGMP呢 我是非常想给大家演示啊 但是不好意思 那么老的交换机我没有啊 那这时候我整交大家命令了 这个CGMP是不是一个 CS模型的协议啊 你在路由器端怎么起呢 我就交大家命令 你直接在路由器的接口启用 连接交换机接口啊 路由器连接交换机接口 起什么命令呢 而交换机上呢 交换机 全局配置模式 直接 CGMP 就OK了 见过更简单的命令吗 直接CGMP回车啊 在这里注意啊 你默认交换机 如果支持CGMP 那我的CGMP是默认开启的 如果你不支持呢 那你就肯定是开启了什么 IGMP Snooping 能理解吧 好 经过这节课 咱们把主播架构的第三大块搞定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主播第三大块 第三大块 还是很简单的吧 是吧 没任何问题啊 好 那上午课到此为止 下午我们开始进入第二大块 给了